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者以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 作为十世纪的结束 这句话点出了以色列人在四十时代的问题 以色列不重视神的律法 个人按自己的意识行事 而自己的判断往往是歪曲的 任意原文指的是眼目 也就是以色列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 他们生命没有真理 没有将神放在首位 只是按自己的标准去行事 因此百姓一错再错 个人任意而行 最后只会带来恶果 箴言十六章二十五节说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人若以自己的判断替代神的话语 最终会使自己与神渐行渐远 走入那死亡之地 一到十五节讲到经过一场严重的内战后 变亚敏支派几乎要被其他支派的联军给灭尽了 这时 以色列人后悔了 但这后悔不是真正的悔改 因为在制义里没有真正的悔改 他们想到的解决问题方法 是用一只替罪羔羊来取代自己所造成的错误 为了让变亚敏人有后 就杀进没有来参战的激烈亚敏人的男子 和已嫁的女子并孩子 把剩下的四百个未嫁的处女 给变亚敏人做他们的妻 十四到十五节 当时变亚敏人回来了 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激烈亚敏的女子给他们为妻 还是不够 百姓为变亚敏人后悔 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 原文是使以色列宗有了破口 以色列人因为宗教的原因 认为不能缺少一个支派 就用残暴的方式杀入激烈亚敏人 但问题仍未解决 他们仍然后悔 就把原因归咎于神 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缺了一个支派 在这段经文中有好几处提到 百姓很看重他们来到耶和华的面前 像是第二节 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 放声痛哭 第五节 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 第七节 我们既在耶和华面前启示说 第八节 以色列支派中谁没有上 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 但他们所做的与神没有关系 他们所做的只是宗教行为 他们在神的面前启示 是为了让自己所说的更有说服力 这些启示就像民间的宗教信仰 他们靠的不是神 乃是自己的誓言 他们守的是宗教行为 并没有守神的命令 因此他们所做的与神没有关系的 都是出于自己的想法 以色列人在宗教上败坏 一错再错 他们第一个错是启示 第二个错是杀鸡列亚比人 其实 真正的信仰是叫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 并且保存生命 人的生命比以色列人所说的宗教原因重要 但以色列人却看重宗教原因 而牺牲了别人的生命 以色列各支派的领袖 长老们所想的都是自己的事 所想的都是二事 将心中所想所求的事意合理化 所以他们只有外表的信仰 并没有真实的敬迁信仰 因为他们所思所想的都与神的属性 执法则相违背 弟兄姐妹 我们要小心任何靠宗教行为 作为向神交换利益的陷阱 要让神来管理我们的生命 要真正的敬畏神 和与神有真实的关系 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被提升 要真实的敬拜神 以神成为我们生命的王 让他来管理我们的生命 16到24节中 看到以色列人一错再错 不止任意灭族 现在更因着怕违背誓言被咒诅 又让变亚米人 强强势儒的女子为妻 以色列人不愿遭受咒诅 劝要别人来成为他们的代罪羔羊 他们所做 就是从誓言中找漏洞 因为誓言说不可将女儿嫁给变亚米人 而现在不是女儿嫁给他们 而是让他们抢 这就不受誓言约束 以色列人叫弑罗那些做父亲和兄长的 睁之眼闭之眼 就这样来解决变亚米人面临绝种的问题 以色列人任意而行 当任意而行 鲁莽行事时就会喘祸 传了祸就找其他办法来补救 而不是悔改回转向神 第二十四节 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 各归本支派 本宗族 本地业去了 最后战打完了 这里描述的好像问题已经解决 他们都松一口气的回去 但却留下许多创伤 各归本支派 本宗族 本地业 代表他们安居下来了 然而 这是虚假的繁荣安定 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最终必会带来严重的恶果 四世纪以那时 以色列中没有王 个人任意而行作为结语 以色列人不是没有王 而是他们不愿耶和华做他们的王 当个人任意而行时 百姓的观景不但没有改善 反而变得更糟 神没有让作者隐藏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后的这段黑暗时间的所作所为 反而记载下来 让历史来向我们显明 亚当的后裔已经全然败坏了 无论怎样努力怎样尝试 结果都不可能行出良善 因为就如保罗在罗马书说 人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而人唯一的出路就是以神为王 凡事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从今天的经文中 我们看到整个四世纪的世代 都是可悲的世代 日光之下无心事 虽然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 但都上演着相同的事情 我们要引以为鉴 不要为了信仰 只把指头指向别人 而不自行 我们要保有一颗警醒的心 每日与主保持亲近的关系 才能不被混乱的环境 影响了自己的价值观 如满冲动的形式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 在血气里不要启示 因为这些誓言都没有带来好的结果 谢谢你在今天的经文中 让我们看见 鲁莽及冲动形式时 所带给我们的 只有后悔和生命中的破口 求圣灵来帮助我们 聆听你的声音 顺服圣灵的带领 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丰盛生命中 哈利路亚 谢谢你 爱我们的天父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耶稣得胜的名字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